好,下面看三,定积分定义 133页 有一类数列和的极限计算 可以用定积分定义来处理 这是一类极为重要的问题了 是吧,我们正好结合 我们在第二讲给大家 留着一个欠大家的账 是吧,假不准则什么时候用 定积分定义什么时候用 来求解关于这个数列和的极限的问题 也同时把我们基础3讲里面讲的内容 把它做一个总结和扩展 请大家认识听 第一个叫做基本型 第二个叫做放缩型 第三个叫做变量型 先看第一个,基本型 基本型呢,是能凑成n分之i 我们来提一下这个n分之i的意思 简单再回顾一下基础阶段所讲的 我现在直接来说了 指数主题 在0到1上 如果一个曲别T型Fx 对吧,那么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0到1叫n等分 n等分 好,那么每一段的话呢 大家就知道了 我说每一段的话呢 那个长度那就是n分之1-0 这是每一段的长度 对吧 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计算 那么任意点 那么你看是右端点 一般我们看的多是吧 右端点 如果第一个小条算右端点的高 第二个小条算右端点的高 那么最后一个小条算右端点的高的话呢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这样 那就是说 这是0,是吧 下一个段算的话是右端点 是吧 那么再算下一段呢 也是右端点 对不对,大家 那么算到第二段 右端点 那么大家想 每一段呢 都是n分之1-0 是吧 那么就是0 加上n分之1-0 是这第一个 第二段的右端点呢 是乘以2 第r段的右端点呢 是乘以i 所以的话呢 对于它的任意点位置 我们标的呢 是F0加上n分之1-0 乘以i 这很简单 是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小条的这个面积 就底边长乘以高 对吧 那么这条是小条的面积 然后英文多少呢 Sigma i从1到n 是吧 从第一个小条 一直到第二个小条 然后呢 画龙点睛之笔 取极限 Limit n取物重大 那么这个呢 近似值了 一取极限 就变成了 精确的这个 区别的面积 是0到1上 fxdx 对了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 这样一个 就是说 定积分定义的 这种形式 而前面呢 刚好相当于是 一个数列核的极限 右边呢 就写成了定积分 那么这种题目的 基础的理论呢 就解决了 同理我们说一句啊 这里头还可以写成什么呢 同学们自然知道的 对吧 我们这里可以写成 0到n-1也是可以的 这个Sigma 它从0到n-1 也是可以的 因为你写 一到n代表的是 每一段 只算的是右端点 是吧 你写 0到n-1 代表每一段 算的是左端点 这个都是可以的 没有说非得算右端点 左端点完全是可以计算的 在考试当中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先把它搞清楚 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基本理论 那么在这个基本理论当中 那么大家就发现一条了 这个每次 不是每次做题 都要重新画个图的 你如果发现一条呢 不论是 i从1到n 还是从0到n-1 那么这里面 有个基本的式子 叫做F什么 各位很好 这里是不是叫 n分之i 长长n分之1 对吧 然后Sigma i从1到n 然后Limit n区无穷大 然后它的这个结果呢 是等于0到1 fxdx的 对不对 你要记得 主要是记住 这样一个公式 把这个公式呢 用到我们的解析当中去 这个意思 而这里面最关键 和灵魂的东西 就是这个 叫做n分之i 所以我们在谈 基本形式 能凑出这个n分之i 这个形式的 所以在命题老师那里的话呢 你想啊 分子分母是n分之i 就n的一次方 i的一次方 可以的 那么请问 n的平方 i的平方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n的三次方 i三次方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什么呢 你不管怎么写 它都会有个n分之i 的三次方啊 二次方等等 所以它属于是fn分之i 那懂意思吧 所以你只要找n分之i 就可以了 让它俩是 次数相同的 那么这种题呢 就能凑成n分之i 好 我们来看这种题啊 如果数列通向中 含有下面四种形式 第一个 n加i 你看 有n加i 或者是an加bi ab都不是零 那么我们就可以的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 如 limit n去无穷大 我写的下面这个式的 还没考过呢 比如说 2n 加上三分之一 加上 2n 加上六分之一 加到 2n 加上 3n分之一 我这样写 你请问这个 基线等于几 你像这种题目呢 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但是考验目前 还没有出过这种题 他考的不是n加i 不是我们像书上写的 n加1分之一 加n加2分之一 n加 一直加到n加n分之一 不是这种 他是写的什么呢 an加bi 所以ab呢 都不是1 理论是一样的 我们做一种这种题啊 再说一遍 还没考过啊 它的通向呢 肯定就是 2n 加上 3i分之一 能看到吗 那么sigma i从1到n 看到没 limit n去无穷大 所以我们 拿到这个 这样的一个 数列核的极限呢 我们就要想 是不是往这个上面凑去了 所以我在 技术三讲 给大家提到过 第一步 不管321 是不是先提 n分之一出来 所以我先提个 n分之一出来 大家注意啊 这种题目就这样 n分之一提出来以后 你看 剩下是不是叫 2加上3倍的n分之一 你看 第二步 是不是凑出了n分之一 是不是两步并做 一步走 先提n分之一 同时你就凑出了n分之一 能看到意思吗 这个题目不就有了吗 limit n去无穷大 对吧 然后根据定计分力 不就写出来了吗 它就变成了 0到1 2加上什么 3x分之1 dx 这个答案不就有了吗 能听懂意思吧 好 这是这种基本的考法 你把它搞清楚 所以如果出现了 n和i的一个线性组合 大家注意啊 这里的ab系数都不是0 那么出现这种线性组合 大家要学会去做的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里头主要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句话 你要晓得 它给的式子里头 这里面不会出现n分之1 但是别忘了 大家这是不是提个n分之1 相当于说 你提出n分之1以后 那么它就会出现n分之1 能懂意思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n如果是一次方 i如果是一次方 所以就是an加bi 如果都是一次方的话 你把n提出来 对吧 那么把n提出来 剩下你看 这是不是就是a加上b 强项n分之1 这个n分之1就有了 这种题目 密切老师出题是非常容易的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情况呢 你比如说这个n方加i方 大家看到134页最上面 n方加i方 或者是这种n方加ni 那这两种情况 怎么出现 一样是这个道理 是吧 你想啊 它要出n分之1 是吧 大家 那你出n分之1的话 那么你就是 得有n方加上i方 大家想 是不是得除以n方 你一旦除以n方 是不是就会出现个什么呢 1加上n分之1 括号的平方 同学们 是不是就凑出n分之1了 能明白是吧 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 那么你这个i是二次方 你底下就得除以n的平方 那么除以n的平方 为了不再干扰 这个最前面的东西呢 就不能干扰n分之1 那么你这个也得是平方 听懂我意思吗 这命题上必然会出现 这种情况 你否则的话 你如果这个是n 这个题解决不了了 它就变成什么呢 n分之1 加上n分之1的平方了 所以这个n分之1 就解决不了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没有办法 再有定积分定义了 所以要能用定积分定义 这里是n方 这里n方的话呢 它就变成1了 它就不再影响n分之1了 所以呢 如果出现i方 它前面配的人 就得是n方 我这样说 你听懂了吧 同理 但没有考过那么复杂的 我可以是an方 加上b i方 能动一下吧 这里ab不得理 也是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 因为什么呢 你试试看 你如果出现n方 它就变成了 a加上b倍的 n分之1的平方 完全也是可以 对不对 所以要求呢 我们就是 如果出现i方 你前面配的人 得是n方 这样就可以了 它俩次数相同 如果你讲 刚才那个是i 你看 你刚才这个i是1次方 那么平常配的n一定是1次方 它俩的次数要相同 对吧 好 我们看第三个 那么n方 加上ni 那它处于n方 也可以的 你只要处于n方 是不是这样的话 就1加上 注意看啊 n和n约条 是不是剩n分之i 这也会出n分之i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你再加号啊 那这一样的也是这样 你可以写上 an方 加上bni 你让它处于n方 那么也会得到的 那就是a 加上b倍的n分之i 完全可以的 是吧 这个我就不许发挥它了 不许发挥它了 那么你看这个 你会知道 n是一次的 i是一次的 它们两个 不是同一个阶段的变量 所以呢 我只能在形式上 把它称之为叫做 称起来是二次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呢 只是在形式上 我们姑且称之为叫做二次 那么这样跟前面呢 也是同次的 只能叫形式上的同次 其次 而不是实质上的啊 因为i和n不是同一个阶段的变量 好 有了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因为很多同学问我啊 这个这个次数的问题 有同学提出来的 这个n和i不是同一个阶段的变量啊 我已经给你解释了啊 作为考题来讲啊 我们形式上可以这样说 但是呢 你不要把它念出来 更不要把它写出来 就可以了啊 形式上能解题 就可以了啊 好了 那么主要是呢 这个二三这种情况 考的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出题了啊 你做谜题老师出题 你看啊 这个我随便挑一个处啊 我把这个我就删掉它啊 我们随便挑一个题处 你看处理老师怎么编这种题啊 呃 你出现n方加i方 只要这个上面啊 是ni 是吧 这是次数相同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的话呢 你就可以凑出 一加上x方了吧 能听录意思吗 你这个不是 或者回头变成 在极限状况下 不是写成x吗 x0吗 那么你要做一个 难一点的题目呢 那你把它放分母上去啊 把这个放分母上 是不是它就取倒数就行了 你别忘了 取完倒数以后 你后面还得有n分之一 所以你把它倒的写 是不是叫n方加上r方 我教你编这个题啊 分之n方 你待会儿一倒过来 它是不是变成了 1加2x平方分之一了 但是别忘了 我们是不是外面 还得乘上一个n分之一 对吧 那么于是你这个题目 就变成什么了 那就不要写这个了 是不是写着n了 看懂了吗 于是sigma i从1到n 或者写0到n减1都可以啊 然后limit n去无穷大 你看这个题目是不是就变成了 对吧 我给你写一遍啊 它就等于 看好了啊 limit n去无穷大 sigma i从1到n 那么你把它倒过来了 倒过来的话呢 相当于是 先提个分之一吧 各位对不对 不管321先提分之一 那么这样上面是不是变成n方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就上下同时出云方 1加上n分之i的平方 我说明白了吗 那么这样的话 它不就写成了 0到1 1加上x平方分之1 dx 那么这个是ac tn的x 带0到1进去是四分之半 这个答案不就有了吗 懂得意思了吧 是这样的这个情况 是吧 这样的情况 好 这个呢就这样说了啊 因为后面很多题目都这种啊 都这种 我们在这个高速18奖上 曾经猜到过原题 我把这两个平台一起除 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你分子分母同时出云方就出 一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对吧 考过了啊 考过了啊 这个你只要懂得这个方法 这个题目猜不猜得到 你们都能说出来 是吧 我们既讲了方法 也猜到了原题 是吧 当然还有的题目呢 本身就是n分之i 待会我们来看立题啊 待会来看立题 我们的立题8.8 就这种题 但是如果你直接就是n分之i的话 那么这种题目 它的命题形式 可能就复杂一点了 命题形式可能就复杂一点了 好 这种呢是我们讲的基本形 我们来趁着答题啊 我们来看个例子吧 请大家看立题8.8 好 看立题8.8 分析 这道题呢 就属于呢 这个 抽n分之i 非常简单的啊 但它整个的计算呢 还是稍微复杂一点啊 我们看一下 原是等于 你只要看到啊 这个里头的话呢 它是这样的哈 这个是n加1的n分之i 超过这写一下啊 然后乘上 n加2的n分之1 对吧 一致乘乘到n加n的n分之1 对吧大家 你每一个里面提谁出来 很好 你每个里面提n出来啊 每个里面提n出来啊 每个里面提n出来的话呢 它实际上就变成了n的n分之1 注意看 是不是 你注意这里面提个n啊 但是它有n分之1次方啊 是不是n的n分之1次方 你这里面也提个n出来 是不是还有n的n分之1次方 这里面提个n出来 是不是有n的n分之1次方 是不是还有个n次方 各位 这是不是就等n了 那么你剩下的就变成什么的话呢 大家注意啊 这是n 跟前面这个n分之1 是不是就约掉了 能明白了吧 所以我书上就直接写这个答案了 它就变成了limit n去无穷大 注意看啊 那么我们就是 这是连成啊 这个面还是连成 那么连成的话呢 你剩下的东西 我写一下啊 你这边提出来是不是叫 1加上n分之1的 n分之1次方 然后乘上1加上n分之2的n分之1次方 是不是一直乘到 1加上n分之n的n分之1次方 对吧大家 能懂我意思吗 你是不是剩的就是这块 我们再把它抄一点啊 那现在就是变成了 1加上n分之1的n分之1次方 1加上n分之2的n分之1次方 一直乘到 1加上n分之n的n分之1次方 我没有再去写这个连成的符号 让大家看清楚 从中想看 我们研究的这类题目 是不是叫数列核的极限 你这是成绩啊 哎 答得好 大家自然想到了 我们这里要把他写的什么 很好 你就要用写成 u的v次方 是不是等于写成 e的v n分之1了 是吧 所以它就变成了 e的 limit n 去无穷大 这样一写Long的话呢 那么LongA乘B乘乘乘乘 一直乘下去 就变成何了 是吧 所以就变成了 你把n分之1都拿下来了 叫做n分之1 sigma i从1到n 看到了吗 Long 那么就是1加上n分之i 对了吧 这种题目 大家 却都是大了 好久没这样出题了 就是你是考出了和的极限 但是那我给你成绩形式 你见到连成不好 你要有意识 你要想到取对数 而改成和 这一点很重 那么这个就出来了吗 你这个n分之1 是可以写在这儿的 是吧 也可以写在这儿的 因为你这个i从1到n 跟n无关的 它在外面 在里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n分之i 是不是出来了吧 直接写答案了 是e的什么 积分0到1 是不是就Long1加xdx 好吧 这个我就不算了 这个非常简单 它的计算答案呢 在135页上面 这个简单的分布军法吧 积分u低倍 等于倍减去积分倍低 这个答案等于1到2倍的Long2减1 当然也就是4除以1 就可以了 这种题目 要给数据1数据2的学生呢 这个应该是五分的题 那么如果给数据3同学呢 这个可能会成为十分大题的 因为它后面 还有一个计算分布军法的过程 对数据3同学 这个要求算是高的 因为数据3呢 这个30多年考研来 是吧 前面的29年 我记得特别清楚 前面29年都没考过定义分定义 是吧 那么后来呢 考了这个定义分定义 跟数一数二同学一起考了 是吧 所以的话呢 数3又考这个呢 要求是稍微高一级 稍微高一级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呢 叫做能凑出n分之2的这种考题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种 放缩型 看回来 放缩型 如果凑不出n分之2 那就说 如果通向中 比如说含有n方加i 刚才我们解释了啊 你要是i的一次方 前面就得写n的一次方 它次数要相同 是吧 你如果是i的平方 你前面也写成n的平方 你如果是n乘i 你前面也写成n方 那么它次数相同 是吧 换句话说 你记住这三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次数不同 那么你就凑不出n分之2了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到 我们在第二讲的 这时候你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在第二讲的时候 或者技术商讲 也给大家说过 比如说这种考题了 比如 limit n去无穷大 那么就是n方 随便写 加1分之n 加上n方 加2分之n 一直加加 加到 n方 加n分之n 对吧 大家 你这个里面是i 它这个 是凑不出n分之i的 这时候呢 你就放松法了 这个东西上呢 实际上是sigma n方 加i分之n 对吧 i重义到n 那么它小一些 那么你就把 大家都写成什么 n方 加1 对吧 这样子都放大了 上面是n 几倍的n n倍的 对吧 所以n方了 大于谁呢 你把它都写成n方 加n了 是吧 分之n 然后几个呢 n个n个相称 n方了 看到你什么呀 然后呢 你取极限就是了 这时候呢 当n去无穷大时 找带头大哥 二次方的 曲线1 这都是二次方的 曲线1 大喊一声 哪里跑 被逼近到1 我论极限的1 这就是我们在 第二讲里面 讲的是什么 这种加倍准则的题目 这个 就是结构就建设的 对吧 有次数相同 那么 加号 前后 次数相同 那么我们就考虑用 这个定期分离 如果次数不同 那么我们这个就考虑加倍准则 当然 这个还不够 我们还有一种难题 这个也得给大家提 还有一种难题 这个你也要打个缺口词上 这个2023年 集 或者是更未来的考试吧 因为大家对前面我们讲的这种 次数相同的 用定期分 次数不同的 用这个加倍准则 太熟悉了 那他可能把 放缩法 跟加倍准则 是不是能 一起用呢 完全很有可能 对吧 就是把 能超微分质 和不能超微分质 能 并成一种题吧 当然可以 当然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们看下面这个题 我举个例子 Limit N去无穷大 Sigma I从0 到N减1 我顺便说一下这种 然后N 加上 N分之 I方 加1分之1 请问 这个极限 等于多少 好 这道题目呢 就属于 这个 放缩后 再凑N分之I 这个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它这个里面有 I方加1 对吧 主要这个加1 搞不定 去掉1 那肯定往这儿缩小了 这很好理解的 是吧 这边怎么来 很好 加上2I吧 加上2I 这么变成 I加1 扣的平方了 你看是不是放大了 对吧 所以这种放缩呢 我们放缩完之后 就会出现 N分之I 和N分之I加1 有些人说 那么N分之I加1 它不是N分之I啊 你别忘记了 我这写的是I从0到N-1啊 这样我经过一个换源 是不是变成1到N 那么I加1 是不是变成结了 好 我来写一下啊 你们就明白意思了 好 首先的话呢 这个通向 Sigma I从0到N-1 注意看啊 那么就是 N加上 N分之I方 加1分之I 各位 你是不是提一个N分之I出去啊 你提一个N分之I出去 也就是这个N没有了 这个N变成平方吧 是不是叫 E加上 这个N方 能跟上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行放缩啊 那么它就大于小于 注意 其他不要动 你注意 是不是你 在放大 缩小是它 那么如果 它缩小了 倒过来 是不是变大 所以这边写成 是不是叫做 E加上 N分之I的 平方 分之I 乘N分之I Sigma I从0到N-1 能看懂吗 好 我们往上放吧 能看懂意思吧 好 这边大于谁呢 看这啊 你放大了 倒过来缩小了 那么这边写的是 这个叫做 N分之I 对吧 E加上 N分之I 加一 的 平方分之I Sigma I从0到分之I 能看懂意思吧 好 你写到这儿的话呢 这个题不就出来了吗 这个 不用多说 当N去无雄大时 当N去无雄大时 它便是为 那么 基本 所以啦 这是左端点了 对不对 是0到1-1 N分之I 那是算每个小 倒是左端点的高 完全可以的 是0到1 E加上 X 平方分之I DX 对不对 这块的话呢 大家可以换个圆 可以把它写成 Sigma 那就是 1加上 N分之I 的平方分之I 乘N分之I 请问 J是从几 念 很好 1到N嘛 对了吧 你就是 I加1等I 那么就 接从 1到N了 很像的意思 它是不是也是 在 N去无雄大时 是0到1 1加上 X平方分之I DX 所以根据 加倍准则 那放大 说小了 然后这两块 都是定级分 都是四分之I 二个 探进来 X 我不写了 再0到1进去 都是四分之I 那么 大喊一张 哪里跑 被逼近到 被逼近到四分之I 所以这个答案呢 最后写四分之I 就可以了 那这种题目呢 如果要考起来 那可能会对大家造成 比较大的一种什么 影响啊 或者说区分度 当然 这种考题 还可能出成像 立体8.9这种 我们再来看一个题员啊 立体8.9 立体8.9这种考题 这是一个重要题员啊 Triple Star 第一问我不做了啊 第一问呢 留给大家作业 什么第一问呢 就是你要可以证明 X的这个值域啊 它是大1.0 小2.2的 好吧 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是用简单的导书的 这个知识就能解决 甚至中学知识 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啊 可以回去看 这个基础30讲 我们在基础30讲的第一讲 应该就给大家讲过 这种问题了 我当时说过 这就是题员啊 如果有印象 你可以去看一下 对吧 相互印定一下 好 在5X 大点0小点2 已经得到的情况下 请注意求这个极限啊 求这个极限 那么就是n的三次方分之一 Sigma i从1到n i方 n减i 然后是 然后是 n加上5X分之一 对吧 那么自然的话呢 那么由于5呢 是大点0小点2的 它就小或等于 n的三次方分之一 我抄一遍 我抄一遍再说啊 i方 n减i 各位 你这个 这个的放大 是不是就取零件 是不是就n分之一 对吧 这块呢 就大于等于 把5放大 道理数小了 那就是 n的三次方分之一 Sigma i从1到n i的平方 n减i 乘 那么就是n加2分之一 对吧 这边直接就来了 非常简单的啊 你记住 你现在是i方 你就得除以什么 很好 你就得除以n方吧 是不是n分之i的平方 你这是i 我就得除以n 所以就变成了 1减去n分之i 能看懂吗 非常简单的啊 非常简单的事情 凑齐了就行了 是吧 我们再次说一下啊 你意思很简单 你看这个啊 这个东西呢 你有i方 你乘到n进去 是吧 再减去i的三次方 我们说了 a a倍的 这现在是一倍的 字负负一倍的嘛 只要不得零 那么就前面跟后面 它们一定是什么 次数相同的 就是一次二次是三次 就是三次 看到了吗 这样的话 你提一个出去以后 那么它一定 可以凑成n分之i 就这个意思 对吧 这个大家懂就行了啊 好 有了这样一个的话 的话呢 那么再尝尝 外面的这个n分之1 所以在n区 无穷大石 这n区无穷大石 它就等于积分0到1 x平方 1-x点子 对不对 这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这会儿呢 自然也是这样啊 你只需要处理一件事 就是这个东西啊 n加二分之1 我们是可以写成什么 各位 这个你这样写啊 sigma i从1到n 这个乘进来 刚才解释过了啊 n分之i的平方 乘上1-n分之i 这都是一样的啊 你只要注意这一条 这个你还是写n分之1吧 再乘上一个n 乘上一个n加二 看懂没 乘一个n乘一个n 再乘一个n 那么这样的话呢 待会当n区无穷大石 大家回答我 这项是不是曲线1了 解决掉了 是不是 所以这边还是 0到1x平方 1-x点子 这两边的积分是一样的 这个答案是12分之1啊 这个我就不再算了啊 这12分之1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最后根据加倍准则 被逼进到多少 12分之1 这就是答案是吧 就解释完了啊 所以你要注意啊 就是它乘的这种系数呢 你要小心点啊 它乘这个东西 是吧 还有一些题目 你比方说 我随便说一下啊 我们后面有这个习题啊 大家再去看啊 你再比如说 这个像这种 它如果乘上的是n加二分之一啊 这个你可以解决了 对吧 那么它就写成了 n分之一乘上 n比上n加二 解决了吗 那么如果它乘的是 sine n分之π 比如说这种题 我们后面呢 你这个不用犹豫的 n趋无穷大实 请问大家 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写成什么 很好 那你写成n分之π 成长sine n分之π 比上n分之π 对不对大家 能夺吗 因为n趋无穷大实 这一项是 这个极限是趋向一的 是不是剩下的是n分之π 这个是趋一的 剩下的是n分之一啊 明白吗 所以你不要以为 永远只是 可以是n分之一啊 这些乘上的系数 都是可以解决问题 对吧 实际上最后都是它们 你n分之一和n分之π 没有区别 你π就提到前面去了 对不对大家 这问题把它搞清楚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种啊 叫做放缩型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变量型 好 下面我们看三 变量型 那么这种变量型的话呢 你听好啊 我告诉你非常简单 就是把我们原来讲的 那个0到1的这个区间 你注意注意看好啊 就是把这个1改成什么各位 很好 改成x了 你看 是不是都改成x了 是不是都改成x了 于是这就是x了 就这么简单 其他就不用啰嗦了 明白了吗 所以如果你的表达式里 见到的是 fn分之rx 然后是n分之x sigma r 从1到n 或者是0到1减1 都可以啊 limit n去无穷大 那么它便就写成了 0到x ftdt 对吧大家 各位 多么漂亮的变商型积分函数啊 这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函数形式 对不对 好 看题 直接来啊 请看立体8.10 好 看立体8.10 分析 这个呢 我主要就讲这一段啊 其他的大家可以自己做了 主要这一段啊 很精彩 我直接来啊 它就要展约 注意你看啊 那么这是sigma cosin n分之rx 对吧大家 n分之1x n分之2x n分之n减1x 注意这个1是什么 cosin n分之什么 很好 0x 对的 rx从减 0到减 n减1 左端点嘛 是吧 然后呢 这个n分之1 你可以写到这来了 n分之1 然后写个limit n去无穷大 来 我来问你来答 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1都改成x啊 所以这位置是不是也得写个x 就是n分之x嘛 刚讲过呀 大家再往前看啊 是不是n分之x啊 看这看这 是吧 就是n分之rx 是不是n分之x啊 所以你别忘了写个x啊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让我们多乘个x 再怎么样给它 很好 给它再出个x吧 x分之1 所以这里的x大0嘛 就是不得0了 那懂了吧 好 这样的话就出来了 它就等于x分之1 不要动 那么剩下这块呢 叫0到x cos t 你看快不快 我们就解决问题了 对不对 然后你直接写出答案了 它就等于x分之1 那么cos t 那就是3t了 3t 再0到x进去 变成了x分之3x 你看 我们可以用这个界限 来定义这个函数吧 剩下的你自己做了啊 我就不再啰嗦了 好 那么 以上所谈 应该就讲完了哈 那稍微大家注意一下啊 我们再看一下 例题8.11 这道题目呢 我又在基础30讲时 给大家补充的啊 对吧 我没有写在基础30讲 我给你补充了一个题 那么这个题呢 是因为在高速18讲上了 请大家一定要还要注意条哈 这个在命题老师这儿呢 因为他要大家明白 这个一个小条的面积 我们是底边长乘以高 是吧 我们说有句话 只要这个定义分存在 无论用什么切分方法 无论怎么取高 它的这个值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就因为这一点 就是任意切分 任意取高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才会出现这种 让大家深刻理解概念的题目 你看这个题啊 它也是把0到1 n等分啊 n等分 那不是0到1是吧 也是n等分 那么每一段的长度呢 都是n分之1 这个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端点 就是 那么你 第二段嘛 它就是n分之i减1了 那么说上用的k 那就k减1了 那么这个呢 写的是n分之k 对吧 大家 所以有很多 看不懂这个 里面是什么了 实际上它这个取是什么呢 大家看出来了 2n分之2k减1 正好是什么 正好是 这个 n分之k减1 n分之k的 是不是终点啊 你看终点是几 算一下 是不是叫 2分之 n分之k减1 加上n分之k 这个是不是刚好 就等于 这个 2n分之2k减1 对吧 大家能明白是吧 是不是刚好是这个东西 所以呢 是底边长 n分之1 常常这个高 懂了吧 它取的不是左端点 不是右端点 是终点的高 是吧 然后呢 求和 再去极限 所以这个题 答案选的是B 我们在基础阶段 给大家讲过了啊 你要注意这一条 注意这一条 就可以了啊 没有什么 太多的难点 在 定习分定一站 但是呢 我们在高速18讲 里面给大家总结了 这些个 综合性的问题 这些需要大家注意的点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这样的话呢 你这块 就可以顺利过关了啊 好 关于第三个大的问题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